希望你们可以给到我们一些惊喜 然后让我们的心情 就是一直保持愉悦吧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 情绪不太稳定的人 来来来 太棒了 帮他遮阳 你脸上有五指山 就是当狗腿的嘛 我最喜欢当这种 你们还是要作为导游的尊严 不能 那么我们还在他们四个里面 任命一个他们导游团的团长 好不好 我觉得他们不要推荐了 就石头剪刀布 直接就这样比比较好 这样我们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找那个团长 对 他背负很重 来 石头剪刀 我不 我不 输了 输的人谁 你们俩 输的人 哪有输的 我觉得赢的人要 你 你们是赢了是吧 那输的人 输的人是哪 来 快猜拳吧 剪刀 石头 布 剪刀 来吧 雅琴是什么 哈哈 鱼石头 好 来来来来 输的人 输的人 我说石头 来来来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什么啊 输的人 你赢了 炸 什么啊 输的人 你赢了 你赢了 不是输的人吗 最后是赢的人 这是一份荣耀 伦哥被玩弄于鼓掌之间 最后是赢 哈哈 怎么走啊 最后是 不是 他告诉我 什么时候 为什么前面 请问一下 什么时候出发 我们已经在这晒得很难受了 团长怎么说 团长 我是你的小跟班 团长 团长 走吧 我们走吧 我们出发吧 指哪达 来 走走 走 现在走 现在出发走 我感觉我好像 脑子当时没转过来 就被陈正远坑了 但是尽力 给游客介绍 或者给观众朋友们介绍 然后哪好玩 把我们藏族的一些特色 然后呈现给大家 最后驿站出发 毕业能行 开始吧 团长 有什么要跟团长说的 先跟我说 对 那个 陈正远是我的秘书 我们想问一下下一个景点 离这儿车程多久 不该问的别问 坐在车上 等着被安排就行了 如果你们想要之后的 所有旅程 都希望我们满意 给你们一个满意的分数的话 希望还是要尊重一下我们 不然的话 从现在开始已经扣分了 谢谢 我们团长 自由我们团长的节奏 不要安排我们 团长你还是好好地管理一下 你的这个队友队员吧 忍不了了 不要得胜禁止了 两个游客爱玩不玩 陈哲远太过分了 我们已经生气了 好 好 好 你们几个要告诉我吗 是不是要告诉我 对不起啊 刚才弟弟有点冲动 所以跟我们道个歉 太痛了 我们的路程有十分钟就到了 谢谢团长 你的那个说话语气也得再嗨一点 听着很压抑 好的 弟哥 团长的态度真的很不错 我们都搞恶作剧 然后旅行的过程中 我们俩真的不高兴 然后就翻脸那种 然后就看看那个云龙哥 他肯定会吓到 我们吓唬一下 就是整骨 那我就开你一个玩笑 结果你觉得这个玩笑不好那种 好不好 因为这个 就是两个人情绪不稳定 我最想看到的是那个龙哥 看他们的标准 你要考验团长处理事情的能力 下一站野生漂流